不好意思 柯文哲是这里头外界观察 这个最不可测的变化的变数之一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不可测的变化和变数 他就是肯定的柯木三 柯文哲这一次选举目标就是老三 人家他觉得柯可能是老二 你觉得他是柯老三 他从中南部的观点来看 真的会不一样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现在就是大概就是五到七份 现在陆续公布出来的民调 那所有的民调我们都说 就是柯文哲就是稳定的老三 那如果说这个有一些民调是有跨过 所谓这个侯友宜宣布他的这个 所谓他的这个处理关于这个什么凯旋馆的事情 之后侯友确实他有止血 那另外大家知道 其实柯文哲在土地上的争议等等 他其实完全没有在做任何止血的动作 他其实还有妹妹或他儿子 他持续还有一些延烧 甚至大家都知道柯文哲的声量 现在还是保持这三位候选人里面最高的 其实这样的最高的声量 其实对于柯文哲来讲并没有加分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用这个所谓大数据来看 现在年轻人在好奇柯文哲什么事你知道吗 农地 所以其实柯文哲一直以来是流量王 但他非常多的话题是跟着他的流量一起跑 但是现在很恐怖的 这一个礼拜来最高的话题居然是农地 其实对柯文哲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那另外这几份的民调来看 我认为就是 忌败柯文哲的有几件事 第一个他的女性支持度实在是太低了 这件事情很难翻转 第二个就是50岁以上支持度 就是支持他的一直都在10%以下 那或许对他有一些就是不讨厌他的人 恐怕就是男性 像郭喜这样还没有讨厌他 就是不讨厌 不喜欢他也不讨厌 但是其实现在不喜欢他的所谓的表态 大概他还是维持在第一名的部分 那另外我们要来看 所谓这个有几件事情的这个民调观察 跟往常有什么差别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 两岸议题至今是还没有发酵 所以有非常多人在想说 那会不会在选前紧要关头两周 会发生任何两岸的议题 那我要讲 其实第一个2020的主轴是抗中保台 2022其实国民党胜选 他打的就是什么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那么接下来2024 本来的主轴应该是贪污腐败打炸 但有趣的是因为这三位 恐怕都有所谓的这个房屋到农地 到所谓赚取暴利这样子的这个疑惑 所以他们就在于这样子的议题 其实完全没有发酵出来 另外大家也要知道 最近12月了 非常多人在做关于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 你要知道 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 否定他的人 居然是保持低于50% 所以这是在总统选举 也就是说蔡英文连任的状况之下 他居然还保持着 有五成以上的人 是对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是并没有否定他的 那由这个观察来看 其实这个是真正可以保住 所谓赖清德的能量 那目前来看 还有另外就是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所谓刚开始在炒 所谓蓝白和 或者是郭台铭还存在的时候 他一直在讲 主流民意有70% 是反对现在的执政党 但是你要知道 这70%到现在已经降到 只剩下60%了 所以你要看到这所有的趋势 也就是说选举一直走 反而并没有去计划 所谓在野党的力量起来 那另外的话 我觉得柯文哲有一个特色 像柯文哲今天 关于所谓现在最多人在转传的一份 所谓特别的民调是什么 也就是说 有八所高中的班联会 最挺柯文哲 统计出来柯文哲支持度 有高达58.52% 赖清德有27% 侯友宜子有10% 这个时候 在最后一刻放出这个消息 我觉得很特别 但是我认为 其实柯文哲也不用高兴的太早 第一个他们是高中生 第二个 你要知道 这个所有的班联会 统计出来的样本数里面 也就是说剧访的人 总共有78.9% 这么高 大家所知道的这些 这个支持度里面的表态率 就是21% 所以并不代表所有的高中生 都支持柯文哲 所以这个 我认为这个是大家要讲清楚的地方 另外我们要讲 所谓柯文哲的柯市民调 柯市民调的部分 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 柯文哲一直告诉大家 我手机的民调一直保持最高 那我要告诉大家 所谓柯文哲说 最有穿裤子的那一间民调 的公司的RAW DATA里面 我们来看他12月21号的这个时候的RAW DATA里面 你会发现他所支持 就是我们说纯手机的样本来分析来讲 支持柯文哲跟无信的 你看是最多的 高达多少 高达47% 是支持柯文哲的 那么接着支持赖清的只有21%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呢 那这样子的手机的这个所谓样本数 有没有所谓的这个 就是说调查性的这个价值 或者是说他到底准不准确 其实从这里看到 你要知道 如果柯文哲跟无信的支持 真的有47%这么高的话 那么表示什么 蓝白都支持柯文哲的状况之下 才有可能 但是你会看到 同时支持民众党的里面 居然有45%都是支持民众党的 支持国民党的只有17% 民进党只有15% 也就表示他们一直在强调 他们的手机 我纯手机的民调 我是最强的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 其实它里面的结构 跟实质我们这个投票 出来的结构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跟我们正常人的认知 真的是不太一样 另外你会看到年纪的部分 年纪的部分你会看到最高的 其实就是这个30岁 到所谓的39岁 也就是说他几乎都是排除了 所谓他的弱势 就是50岁以上 这样子的样本数 那其实你觉得柯文哲会不会紧张 柯文哲非常紧张 他紧张的状况之下 你会发现 所谓这个支持柯文哲的友军们 就拿出郭台铭 说郭台铭的民调 总共有3000份的样本 是现在全台湾样本数最多的 LINE跟柯只差3% 全手机柯跟LINE只差1% 可能赢 可能赢 可能翻盘 另外他当然也用什么街头民调等等来讲 那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真正的组织作战很重要 就是谁站台 今天比较特别 宋楚瑜跑去跟这个 去帮这个李彦秀站台 但他也不必闲的跟侯友宜一起同台 对 所以其实大家有在观察 郭台铭到底会不会出来 或者是说柯文哲很重要 最后我要讲 所谓的股票 我刚跟郭席的想法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 LINE跟侯的差距 我认为5% 侯跟柯的差距会大于10% 那目前我是觉得侯跟这个 LINE跟侯的差距的票数 我认为是50到80万票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